好 大家这个中午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中午的学研课程 先来说一下这个市场的情况 今天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会反弹 其实我觉得今天能判断市场会有修复反弹的人很多 周末的观点也比较多 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周末的消息面上来讲 其实周末的消息面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关于这个举债跟赤字的空间 我们的财政部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未来其实也就是财政端这块 其实对于市场 实际上不光是对于股市 最重要的是其实对经济的提振 是有很大的这种释放空间的 那么然后呢也明确了这个就是钱的一些用途 对吧 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化债啊 对吧 是放在第一位的 然后就是地产啊 然后民生啊 对吧 甚至于包括这个专项在对于就是新型产业的这种支持啊 所以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呢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最后落地 实际上它还需要是走和人大的流程 去获批的对吧 所以这个呢 昨天我在做这个抖音直播的时候呢 对吧 也跟大家做了这个就是交流吧 然后呢 嗯 最关键的其实我觉得到昨天为止 其实还是多空的分析非常大 多方呢认为反正就是这个利好对吧 就是12号这个上午新文化补会的这个利好呢 是比预期要好的 是相对比较超预期的对吧 甚至于有券上已经喊出了这个先看五万亿的这个 这个放水对吧 然后悲观的这个情绪呢 认为好像什么都没讲对吧 就好像什么都没讲 而不是好像什么 就好像都讲了 但是呢看不到实际什么情况 对吧 这是悲观的意气 所以这个周末期大家看到的 其实这个两个观点的互相的对撞 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大佬 一个是蛋某某对吧 一个呢是任先生 所以呢他们也在网上互施吧 对吧 蛋某某呢 这个认为这里就是反弹嘛 对吧 然后呢他认为3674点反弹这个位置呢 如果有人买股票的话呢 可能很难解套了 对吧 有的套了 那么任先生觉得这里呢 就是牛市的起点 对吧 后面呢 3674点这个位置 肯定是要过的 无非就是用什么方式来过 我比较支持任先生的观点 对吧 本来呢我对蛋某某就 反正就是他该收的管理费也收了 对吧 然后我是比较这个客观的想要 因为我对人也没什么 对人是没有什么意见 对吧 但是 人家做产品做得很好 这有 我们说 我们要十四九十讲 对吧 他是 这个 去年的这个公募的冠军嘛 对吧 主要呢是投的美股 主要是因为他投的美股 不是因为他投的A股 如果他投A股 理他的水平来讲 不见得 去年能够有这种 超额的收益 对吧 他主要是投的美股 基本上 A股的份额很少 大部分投的美股 投了美股以后呢 那当然 收益你就能跑赢很多人 对吧 就算是师母的冠军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 你赚钱就赚钱了 对吧 赚钱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你要对产品负责 你要对投资人负责 这个就是他赚钱 但是你赚了钱以后呢 就是你 你也很清楚 你这个产品的钱是在 哪个方向赚到的钱 对吧 就是没必要 就是大肆地去渲染 就把那种叫做 这种上升到这个 怎么说是 就是国家层面的这种情绪 对吧 就这种我觉得是不太好的 有点莫名其妙了 对吧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就是比较反感他的原因 就在于此 对吧 就是你赚钱 作为产品无所谓 你投什么赚钱都可以 但是你的言论呢 别带有这种 国际情节 对吧 你带着这种 国际情节 肯定是不舒服的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 就是 我比较反感的地方 对吧 就是 做什么 其实无所谓 对吧 投资总有输赢 那么 而这次呢 肯定 我不管从观点上来讲 还是从 其他方面来讲 我是更 支持后者 就是 任先生的观点 对吧 就是后面 三六 三六七十点 百分之一百过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后路的 百分之一百过 为什么 如果这里上来 还过不去 还要什么 再回牛市 那只有死路一条的 没有其他选择了 对吧 要不赢 要么就是 很简单 就 现在这波行情起来 要不就是赢 要不就是死 没有其他选择 没有其他选择 对吧 所以呢 你觉得是死还是赢呢 你自己去压吧 对吧 这个 这个也不是说什么 爱国情节的问题 对吧 它结构上就这样的 所以呢 嗯 从 周末 这种两个 大脑的这种 互施吧 对吧 就能看到市场的 多工的这种情绪 那反映到我们市场上来呢 其实今天是 因为我昨天 写收评的时候 对吧 昨天晚上写收评的时候 因为做直播的时候呢 人比较多 对吧 我不愿意把这种细节 讲得太明 但是我跟你们做 收评的时候 我是把细节写得很清楚的 对吧 包括早上十点半语音提示 我都说得很清楚了 为什么 我们课程当中想一想 因为 我昨天专门讲了 我说因为创业版 意思是创业版 对吧 还有一个是科创版 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啊 因为创业版跟科创版呢 整理等于说什么 它补跌嘛 就后面才跌的 为什么 它并没有降速 就是跌速没有降下来 那么跌速没有降下来 很简单 就得还得跌呀 对吧 就是你得今天降速才行 因为今天降速了以后 才能迎来反弹 那今天他们就是一个降速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降速的过程当中呢 我说了 盘中分时上还会有回落 确认低点的动作 科创版实际上就针对这个缺点 这个缺口嘛 不是缺点 这个缺口啊 早上往缺口的地方打 就差了一个点 它的缺口的位置是872点 最低打到873点 就差了一个点 那这个我觉得就无伤大眼了 无所谓 你说补了也可以 不补先反弹也行 对吧 这个我们就不差一个点去讲了 没什么意义 对吧 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 那所以 其实今天科创版跟 就是实际就是双创指数跟主板 它在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 就下跌的结构 一个是先跌的 一个是后跌的 所以它差了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呢 它需要在早上的分时上回补掉 那所以我们再回来看 你就明白了 所以我说什么呢 我说我比较担心 今天指数是高开冲高 你看看到吧 高开冲高回落 其实就是它会演绎这种结构 为什么呢 会演绎成这个结构呢 包括上证指数一度翻绿了嘛 对吧 在这个地方一度翻绿了 对吧 就是要对 要对这个 就是要对这个嘛 就是周五的这个低点嘛 就是3187点这个低点 去做一次回踩 对吧 那么上证指数出现了这种情况 它只是说去确认回踩 但实际上对于双创指数 我们就拿创业版指数来讲 它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要去完成低点 这个低点是带着15分钟底背力的 大家看一下 对吧 它是要带着15分钟底背力的 看到吗 就是要带着15分钟底背力的 那么只有这样 它才能降速 就是从分子上来讲 先上去对吧 就是高开冲高回落 然后呢 再上去 所以我说我在这个语音当中 跟大家讲的是 我认为是 会复制9月24号的走势 大家来看一下9月24号 市场的走势 当然力度没那么大啊 这是9月24号 就这里 看到吗 9月24号也是冲高回落 然后慢慢慢慢的再上去 就这种情况 所以一模一样的 对吧 只是说力度没那么大 为什么力度没那么大 因为现在成交量开始萎缩了 成交量萎缩了 当然萎缩了 那么 今天关于成交量的情况呢 我也 就是说了 对吧 就是 大概今天就1.4万亿左右了 其实呢 我在昨天做抖音直播的时候 讲了一个怎么判断成交量 对吧 我说是第一小时的33% 但是你不要以为是第一小时 33%就是用第一小时去乘以3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我只是说是第一小时的33% 然后呢 我告诉你是1.4万亿 你自己有心的话 你就知道我是怎么算的 你就知道人家量化是怎么算的 如果你算不出来 那就是回去练一下数学 回去练一下数学 好吧 所以我先说这个结果 不是第一小时乘以3 你以为33%就是第一小时乘以3 那肯定是不对的 如果第一小时乘以3 你这个7000亿乘以3 你要21000亿了 今天很显然 今天不可能是21000亿的 你一个早上都没有1万亿 怎么可能有21000亿呢 对吧 我就先说一下 已经有人问我了 但你这个方法不对的 不是我的方法不对 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算 对吧 他肯定不是这么算的 然后如果说 如果说今天最终收盘的时候 是1.4万亿左右 就1.4万亿成交量左右 那你再回去推算 我说的是33% 你就明白了 我是这么算的 好吧 所以就是也算是一个 留个作业给大家吧 别老师每次都是我来 这个就是等于说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搞定了 对吧 就你自己去算一算 这个结论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吧 那就很很 就是能够很清晰的知道 以后呢 你自己看盘的时候 大致就能推算出一个成交量 当天的成交量合不合格 够不够 对吧 会产生什么情况 那么 那么先跟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 今天的这个反弹的结构 就这样的 对吧 所以从结构上来讲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双创跟主板指数 他们在调整的节奏上 差了一个次序 那么这个次序需要在盘中 回踩 做弥补 也就是降速以后再反弹 那么现在到中午的时候 不是中午了 其实就是第二小时了 其实就是第二小时 这是第一小时嘛 就是第二小时以后 对吧 那基本上就开始同步了嘛 就大家都回升了 就同步了 所以呢 反弹也就在 这个 这个 其实就是 修复性的反弹就开始了 那么 另外呢 也是从 比如说从这个节后嘛 8号开始 4天其实就4根阴线嘛 对吧 一般到了 调整4根阴线嘛 到了第5根阴线 这个 至少是止跌了 对吧 然后第6根就要反弹了 所以我昨天也讲了嘛 就最晚最晚 最晚 那么就是 明天 市场也会形成反弹 那么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分时走的一个 破滴结构以后 对吧 这个破滴结构出来了以后 那么就 当天就反弹了 那么由于现在 比如说 创业版 还是还有那个 科创版 对吧 离上方的5日均线位置 还是很远 上阵指数呢 离上方5日均线的位置 已经开始临近了 但是上阵指数 大家也看到了 5日均线开始拐头向下了 那么5日均线开始拐头向下 就意味着 5日均线变成了压力位 对吧 是不是5日均线变成了压力位 那么 声称子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5日均线成为了压力位 很快到明天 对吧 就是你看现在创业版也是一样 对吧 那么 科创版 也是 对吧 科创版稍微好一点 还没有拐头 但是到明天 科创版也会拐头 也会形成压力 那么现在来讲呢 就是 短期就是5日均线 就会成为 这个明显的压力位 昨天我说 直播的时候也说了 那么怎么来判断 反弹的强弱呢 第一个要突破5日均线 第二个成交量 要回到1.5万亿到2万亿之间 那很显然 今天第一天的成交量 应该是不够的 正常来讲 除非下午出现这个 补量啊 对吧 那补量不在我们的正常预测范围 补量有可能是因为情绪 或者其他导致的 对吧 那如果没有补量 今天就1.4万亿左右的成交量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今天的这个反弹 就是我们讲的 首先从反弹的成交量是不够的 那么未来就是 我今天中午的5平写了 要看到周三前 周三前如果 护生指数都不能够有效收复5日均线 或者说是 我们就拿上一番指数来讲吧 对吧 或者是预阻 因为5日均线下来了嘛 对吧 就是他拐头了嘛 拐头就会形成压力嘛 那如果5日均线 反弹到5日均线 比方还有两天嘛 明天一天 后天一天 对吧 那5日均线也下来 不能够有效的 就是在5日均线这个位置上 不能够有效的突破 或者说预阻回落 叠加成交量的不近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什么呢 叫做下跌中继 就是我画一下啊 下来 反弹 对吧 反弹完了以后再下 那么他比如说 创业版下一个目标 就是缺口位置了 下一个目标就缺口位置了 好吧 所以这个是 很清晰的路径 就是这个路径 你得要搞清楚 对吧 那么 然后我们说一下 今天呢 由于是 大盘 主要是 白线在上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板块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实际上 一早上的时候 主导市场的 反弹的 主要是主板 对吧 主板呢 比如说化债概念 里面的地产啊 这个环保啊 环保就是 蒙草生态了 就以前的蒙草大汉了 对吧 这个呢 反正 怎么说 跌下来你去打一打 还行吧 但实际上今天化债也好 地产也好 其实 买点并不舒服 对吧 要不就好得 一只板买不到 你后面买到的 明天不知道怎么样 对吧 当天的其实利润 利润率是不高的 所以呢 我也没去做 这种板块呢 我也难得搞 呃 因为我本身对地产板块 不是很敏感 对吧 那么 这种东西呢 就是而且里面都有很多 潜伏盘 呃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少票的位置比较高 等于说 他们在这波没有完全调好 就是大家都调过了 他们还没怎么调 那如果没怎么调 直接就往上干 对吧 那么一旦 比如说 就是里面的潜伏盘 跑出来了 就会又会形成抛压 也就让最高的人 又会套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我这是 这个多元金融里面呢 其实也有很多 这个 画债的品种 比如说 重量资本啊 对吧 海德股份啊 呃 这个这个叫什么 中油资本啊 其实他们也有画债的 这个 呃 就是 题材吧 对吧 所以整整个来讲 其实今天更多的是画债 而并不是说 走的金融路线啊 走的是券商 多元金融路线 那么剩下的就是跟房地产配套的了 对吧 很清楚了 就是 这个基建啊 建筑啊 对吧 就是这种建筑啊 建材啊 还有个房地产配套的这种 家居啊 对吧 家居啊 这一类的 反正就是 这个就是跟房地产配套的 然后呢 就是银行保险 银行呢 今天这 反弹的幅度比较大 啊 那么主要还是跟 这个给 呃 银行 流动性 对吧 就是就是我们讲的财政部给 呃 银行提供流动性 啊 也算是个利好吧 就今年银行的板块也反弹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保险啊 保险板块整体表现也不错啊 保险呢 我觉得后面的潜力 我个人认为保险的潜力 还是比银行更好的 对吧 那么另外就是有色这些 就是有氧化率啊 对吧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跟 有色里面的这个跟 嗯 大众商品是有关系的 因为 嗯 大家看到 周五的时候 其实大众商品 嗯 是反弹的 对吧 那 主要就是这些了 对吧 当然还有 还有一些是这个像雷水煤炭啊 这这种 对吧 也算是黑色系 对 也算是黑色系 那么 呃 早上呢 一度反正就是 高普系列的东西 还是占据了 嗯 反弹的 涨幅榜的潜力 对吧 呃 相对来说呢 券商啊 券商板块啊 这个科技板反弹是差一点 啊 本身的更差一点 然后呢 呃 临近 临近这个 就是中午收盘前的 嗯 就是一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那我们看到光伏板块也出来了 对吧 包括之前的这个宝贝链器啊 也拿了上帝 就是光光伏板块啊 那么光伏这块呢 实际上是有消息 就是国家呃 传传导出来的消息是说 就是要严厉禁止 光伏企业的 无序内 无虚 呃 无序的这种恶意竞争 其实就是 希望光伏 呃 企业不要这个 搞得太内卷 对吧 当然这个东西呢 前面就有说过 啊 前面就有说过 现在的只是 反正再来提一提 后面具体还要看 一些这个 措施吧 但我觉得 光伏经过这两年的 对吧 光伏啊 这个 啊 包括储能啊 等等啊 还有新年赛道啊 对吧 经过这两年的 互捐以后 其实 呃 现在正面临着一个 消化库城的过程 啊 那一旦 库库城消化的差不多 然后一些头部企业 后面如果有些 啊 并购 然后后面的 这种 就是 一窝风上来的企业 出现 其实 很多已经出现了 这个 倒闭潮了 对吧 那么我相信 呃 光伏板块 其实 后面应该也是 会慢慢的开始 修复了 对吧 但眼下来讲呢 其实光伏板块 还不是一个重点 啊 还不是个重点 所以其他这些板块呢 其实包括电力啊 什么的 实际上就是 我说的 高股息率板块 早上的一个防守 整体而言呢 因为今天是一个 普通反弹 对吧 情绪跟这个 呃 情绪跟这个 叫什么 指数是形成共振的 所以我们看到 有4000 586只股票吧 反正将近这个 4590只股票 是上涨的 对吧 这应该算是一个 很明显的破坏 那么 昨天我也说了 因为情绪指标 再次回到冰点 那今天 从情绪指标 角度上来讲 肯定会有先修复 但是指数会有分化 对吧 包括结构上 会有不同 走到中午 结构都同 相同了 无非就是后面 比如说 今天是 护生主板 反弹的更好 那有可能明天 双创指数 又出来 这个切换 带一下弹性 无非就这种 就是这个节奏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板块 我先说一下 板块呢 其实早上 最 就是 大家 也看到了 对吧 我认为地产 化债 这些东西呢 没有什么太好的上车点 所以 而且呢 交易难度比较大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搞 对吧 好的 你买不到 那么今天日内呢 实际上有一个 对吧 就是一个军演嘛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 我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军演这个事情 那么当然 就是 航天军工啊 今天肯定会表现一下 对吧 再说呢 航天军工呢 实际上 也很明显 如果你看它的这个调整 对吧 也是一样 就是 很明显的跟上车指数中 调整差不多 那么有利好刺激呢 它当然会表现一下 今天 所以呢 呃 大家看到的是 早一早上的时候 对吧 北方 北方长龙吧 对吧 率先这个上板 对吧 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 这个300114吧 中航电车 对吧 这个也是 这个这个资产注入的 这个品种 对吧 也上板了 啊 然后助推了什么呢 就是无人计之类的 这种对吧 陈希航空啊 对吧 新鱼国科啊 对吧 安达维尔等等啊 反正就是这些啊 这些就是军工的 呃 这个 品种吧 对吧 就是军工的品种 那么 呃 军工板块 反正 嗯 从 今天上涨的 角度上来讲呢 因为是 也算是今天的这个 首日爆发嘛 对吧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得直接上车 但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军工板块 呃 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它的持续性 一直不是很好的 很多时候都是要靠 事件驱动的 对吧 当然这个事件驱动呢 也不是什么大事件 对吧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像轮动 反弹 就是呃 航天军工板块 对吧 今天更多的像轮动 反弹 啊 而并不是说 这个要变成后面的 主线啊 啊 这个现在还看不出来 啊 现在还看不出来 而且呢 军工板块历来都是这样 对吧 事件驱动走的要远比 所谓的这个 行业的一些变化 来得更好啊 所以军工板块 更多的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呃 跌幅的跌幅榜上 对吧 其实就是券商嘛 券商呢 主要就是海通 跟国泰军亚 已经开板了啊 他们开板以后呢 实际上又迎来了 一轮炮压啊 又迎来一轮炮压 那么这个 总而言之就是停牌 在里面的股仗 对吧 最终今天能不能回风 可能还要看一下 下午的成交量 以及整体市场的 情绪吧 啊 其他都很一般 啊 为什么跟大家讲呢 因为 第一个就是看天峰嘛 天峰证券嘛 对吧 大家可以看 今天天峰证券还是跌的 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 中心证券 对吧 关于中心证券 也没跟大家讲过了 虽然今天是探底 回去了 但是因为上方套的 四百多亿嘛 短期很难是回去的 因为这个肯定是要看 成交量的 包括东方财富 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 啊 也是一样的问题 啊 很多人说 哎呀 昨天东方 就周五的时候 哎呀 东方财富 你看都起稳了 肯定后面要反报了 拿什么反报 九百亿的成交量 对吧 你要消化这九百多亿的 这个套牢盘的话 那你肯定得要时间呀 要不就是你要成交量呀 就两种情况 你现在成交量回到三万亿 那有可能马上就反报 你回不去 对吧 只有可能今天都1.5万亿以下了 那你靠什么反报呀 没办法反报呀 对吧 因为你这些都是要有 就是券商板块 它是很次成交量的 对吧 那你套牢的东西 你肯定 你快速要让别人解套 对吧 要形成筹码的交换 那当然你得要 拿出成交量来 你没有成交量来 就你没有成交 就在买没有承接嘛 就没有更多的资金 愿意去承接这些套牢盘 那这些上面套牢盘 你要让它割漏 割漏是这样的呀 就是割漏 它不是说 大家说好了 我今天一天全部割掉 那全部割掉 直接下去了 对吧 割漏的情况很有意思 就大家都在官网 反弹一点有人割了 对吧 再上去割 那如果说你没有成交量 你再横着这里 那就有很多时间啊 对吧 就是慢慢慢慢拉 或者有人补仓了 或者这个做做差价了 对吧 要把大家的成本给拉平 所以你就要用时间换空间了 对吧 不然的话 就是一枪头 首先就跌下去 对吧 底下再放量 那么就高位的割掉 那么再再来 所以短时间里面 没那么容易 就像这个指数也是一样的 这里出了一根 就是如果从周K线的角度 像来讲 像墓碑线 对吧 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很低 我昨天说了 因为它的位置 位置很低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要修复它需要时间 因为你毕竟套了那么多筹码呀 对吧 那 这个上方套了十万亿 那这十万亿 你要不就是每天继续放量 四万亿五万亿的来 那肯定供过去了 对吧 那如果不是一万多亿的成交量 那就在这里 你要折腾呀 你要上下震荡 对吧 然后再上 对吧 你下一个上的结构 可能就要到十月份了 如果按照这个 就下来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再下来 对吧 就走ABC嘛 就是我们讲的 急跌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 缓跌创新低 对吧 这个指标背离 然后再往上走 对吧 在走的结构上面 它还要分一低段 二段三段 对吧 能不能过去不好说 有可能就是短期 有个 再去消化一下 就这一段我觉得一次还过不去 对吧 就这一段 我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 我也是反正就是主观判断 那后面反正就是 真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细节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这里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 下完了以后呢 再反弹 反弹有可能就是一个双头 或者临近双头 到了那个地方 它突破不了 对吧 那又为什么还有压力吗 突破不了 再下一次 再下来一次 再上去就能突破了 对吧 或者说再下来一次 再上去突破 突破以后再有个回踩 回踩以后再往上 那就确认突破了 反正就是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一定是会走出来的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过程会复杂一点 那么在这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当中呢 那你们就 就去看一下 对吧 我昨天做 做做做那个 直播的时候专门说了 因为和训里面有很多老学员 是学过月线能量守恒的 你们到十月底的时候去看 那些股票是月线能量守恒 等到十月份再上的时候 那么这些月线能量守恒的股票 就是你的首选 对吧 就是你的首选 那么把这些月线能量守恒的股票 先挑出来 先挑出来 我昨天 这个不是昨天了 我就是周六了 对吧 没事 反正就是整理了一下 对吧 我自己整理了一下 大概二三十字吧 对吧 那些大的我就不要了 那种什么银行之类的 我都不感兴趣了 对吧 就是还有些高股息率的 我都不感兴趣 就是 就是 就是挑出来 就二三十家吧 二三十家我就跟踪了 对吧 现在只是跟踪 它还没有最后确定 因为月线能量守恒需要到月底才能确定的 那有的你说 后来不符合条件了 那你就不行 对吧 它只是预选 那么你们自己去选 选出来 那 这样的个股呢 你就要做悲选 为十月份 做些悲选 做些悲选 好吧 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 然后呢 跟大家讲一个 挺有意思的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中心证券嘛 对吧 我们把它 把它放了 拉的长一点 放到月线 长一点 你看 中心证券是不是创了历史新高呀 是不是创了历史新高 中心证券在日线上 从这个地方开始 断十几点 阳 把这个 震荡横盘 最后突破组深浪 对吧 这波组深浪 创了历史新高 你觉得中心证券就是为了创下历史新高 重新进入熊市吗 肯定不是的 中心证券创了历史新高 很大概率代表新一轮牛市的开启 这个股票 是绝对有 就是 领先指标意义的 中心证券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给大家看看啊 就是这是2005年的牛市 它率先创了新高的 对吧 当时还有普发银行这些呢 创新高 也拉了一波 好后来震荡 对吧 开始震荡 震荡 后面 就是 超级大牛市 612市 对吧 当然当时因为股票少 然后当时又是炒无多金化这种金融啊 地产啊 有色啊 这些东西 对吧 那现在因为还有科技了 当时没啥科技的 对吧 就所以它炒得特别高 炒得特别高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跟大家说一下 中心证券能创历史新高 都不是盖的 什么意思呢 中心证券这家公司 把历史上 就只要你手里有中心证券了 把历史上所有的套牢盘全给解放了 就不管你在过去哪个位置买的 它都给你解放了 就至少人家能够让你跑出来 对吧 不亏钱 那为什么不是其他垃圾股呢 其他垃圾股跌了一塌糊涂了 还在底下来 对吧 有的还要退市来未来 那为什么不是他们呢 就中心证券的 这个创历史新高 一定就是跟你说 这是一波牛事 对吧 所以别来 别这个 就是很多人不懂 还天天在那里 就是 你去看那些 就无知的主播 因为他们连这个位置都没有经历过 很多人没经历过 股票做的好坏 跟你的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你都没经历过 你凭什么说 对吧 就是要不就互相吵 要不就是蹭流量 就这种 对吧 所以 中心证券这种股票 能够解放历史上所有的 他老牌 那绝对就是为牛市准备的 不然他不会解放你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主力 我以前讲过 对吧 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技术课上讲过 如果主力不想做一只股票 他为什么要解放套牢啊 他有毛病啊 他把自己套住啊 对吧 那即使中心证券 都说 这个是散户买的 你做梦吧 这个K线散户买的买的 都是散户买啊 做梦吧 对吧 怎么买啊 四百多亿 都是散户买 都是新开户买 都是这个老股民买 老股民不会买的 你放心好了 老股民很精的 对吧 小白 那天 对吧 都冲进来了 没有 怎么可能都是他们冲进来买的呢 就十月九号 对吧 不会的 所以你放心 这里面 依然是有很多大资金的博弈的 对吧 既然是大资金的博弈 我们再回来看月线 那这就是告诉你啊 牛市呀 对吧 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解放你呢 你想过这个道理吧 对吧 我们老祖宗说了很多话是有道理的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对吧 那 这就像三个头吗 那无事不会来登三宝殿的呀 一定是有事情了呀 告诉你什么事情呀 要讨好你呀 要怎么样 才常会来的呀 对吧 所以这种事情出现了以后 你就一定要特别想 就是你自己要特别注意 就像中心证券在这个地方开了十几根阳线 我当时也跟大家讲了 包括做直播也说 这个散布买不出来的呀 你不用去想这个事情了呀 买不出来 竟然散布买不出来 人家买的要干嘛 就是为了后面行情做准备的 来来 现在看 对吧 当时我跟大家说 举个例子是什么 我说你们去看看当时的中国建筑 是怎么走的 是几根阳线以后 蜡烛是什么 对吧 一帮人去嘲笑人家上海耶稣 那水平很高的呀 对吧 我们先不说他讲什么700块之类的东西 对吧 他讲多少多少点 但人家至少能够透过中心证券这支股票 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就说明水平要远远高过很多人 对吧 为什么你就是不是其他人来讲 为什么那些人看不出来 对吧 所以 再强调一次 中信证券的创历史新高 它绝对不是为了解放里面的套牢盘 好吧 我话反正就放在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 要让你们去找月限能量守核的股票 关键时刻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什么样的事情 熊市有熊市的做法 牛市有牛市的做法 对吧 你们以前学的东西一定要用得上 一定要用得上 对吧 你说你以前学的东西 你说哎呀我熊市里面亏了 那牛市里面赚回来呀 对吧 牛市不就是给你赚钱了吗 但是对于很多外面的人来讲 就像我昨天做直播 对吧 外面的人来讲 他是不懂的什么叫月限能量守核 那是这样的呀 本来就是股市就是一种经历嘛 你学过的人你就知道要做什么呀 你没学过的人当然不知道了 对吧 股市本身是个零和游戏 等这轮牛市结束以后 依然是有小白会为我们买单的 你放心好了 对吧 下一次就轮到他们学习了 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谁都不能避免 好吧 我就拿中心证券来跟大家讲一讲 讲一讲 所以 也不存在打气不打气的问题 对吧 反正我就是 实事求是来跟大家讲 好 那么 我们再回来 今天实际上 包括其实昨天我也说了 对吧 今天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 你去买科技股的 科技股的这个 收益会更大一点 什么叫科技股收益 比如说鸿蒙 对吧 我先说鸿蒙吧 鸿蒙我今天早上也讲了 对吧 昨天也讲了 这个怎么没有 没啥没有 我们看下 好 我们看你 对吧 他这里 弄高了一个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鸿蒙 对吧 那鸿蒙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要看论和 就是要看论和 论和早上砸下去 对吧 早上砸下去 做了一个WD 然后就上来了 在这个地方 没有新D上去 那就基本上 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鸿蒙的上涨 对吧 我昨天上面讲了 鸿蒙如果反包了以后 那你们就随便搞了 这肯定是随便搞了 对吧 当然鸿蒙起来的时候 因为他还有个助攻选手 今天有一个20%的这个龙科科技 对吧 他还有助攻选手 好 那我们先说鸿蒙 鸿蒙有两个 对吧 一个是这个主板的 主板是还有个长三百名 对吧 长二百名也是 这个开盘砸下去 就收起来 那么其中就会有些套利的品种 对吧 就是说软通动力 我昨天专门点的 对吧 软通动力这种 那就是套利品种 这就套利品种 对吧 所以 鸿蒙 肯定没啥问题 对吧 这是纯血鸿蒙的情况 还有一个呢 实际上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P70 对吧 也是华为的 就手机这款 P70嘛 那鸿蒙我就不多讲了 反正就是点的这些品种 对吧 什么罚本啊 什么都有机会的 对吧 那罚本信息啊 这些都点了嘛 那都点了呀 对吧 反正就是你们自己去 这个看就行了 对吧 就是 反正就是日内套利的 还有一个叫 陈迈科技 对吧 陈迈科技 都是一样的 就是做套利就行了 那 还有一个呢 就是P70 P70呢 实际上就是 消费电子 就是那个元器件板块 对吧 其实就是元器件板块 我看一下元器件板块 对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光红了 对吧 光红 早上好早就 涨了 对吧 那么这就是 华为P70的 那么什么想法 那些服务电子啊 都涨停了 对吧 然后这个什么 新型科技啊 这类的 就这个 这个反正就是 你可以去做 做日内的 昨天我的观点 我今天的观点 我认为 反正就是特别热的 就周末特别热的 不要去跑 你就去做做 预期差的东西 预期差呢 就是一个是鸿蒙了 鸿蒙反正 就是科技血线的了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这种 P70啊 这类的 对吧 就是消费电子类的 所以就能够做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来自于半导体 半导体呢 我的原话也是 60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 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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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昨天说的嘛 就是60分钟上 很快就要反弹了 哎 我来反弹 为什么 它就差 60分钟就算 再砸一下了呀 就60分钟上 就在这个地方 60分钟上 就差再砸一下 就砸一下就OK了 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 60分钟 我昨天 我的指标是 已经超跌了 超跌了 它可以反弹了 那就 那就反弹吧 对吧 那么半导体呢 其实我们就注意 什么环节 因为早上 这个你们要看两个股票 因为半导体之前 给过大家两个股票 对吧 你怎么判断半导体 好或者不好呢 好 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双层 对吧 双层早上就 开盘就直接 跌停板撩上来了 这是典型的落转墙 这是典型的落转墙 对吧 正常今天双层要应该还要被合掉的 人家没合掉 跌停板上来了 对吧 这落转墙上了 好 那这是双层嘛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吧 因为我都写过的 你就把这种股票去看着就好了 国民技术 国民技术也是一样的 对吧 开盘就上了 好 那这两个代表的是什么 半导体芯片 那当然半导体芯片 随便去吸两口就好了 你手里有的 你就吸两口 对吧 那实在不行的 就是我说了 你去买一些这个 比如说有业绩支撑的 那昨天晚上 业绩比较超预期的 因为我后来也是 昨天晚上 因为太晚了 我要去翻公告 对吧 我才看到的是什么呢 比较超预期是这家 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找 反正就是沿着业绩线找 那乐兴科技 对吧 乐兴科技 实在不行呢 反正那个什么 全资科技之类的 都可以 你看到吧 这个都是给你送钱的 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十点半 我们就说十点半 我不要说其他的时间了 你在十点半的时候 你自己去看看 国民技术在哪里 这是十点半的国民技术 对吧 这是十点半的双层要业 我们自己看 对吧 但人家已经给你表态了 就这两个 你说我这两个不买 那随便呀 去吸就好了呀 对吧 全资科技去吸一口吧 然后吸一口 十点半这里 反正就后面了 都可以 对吧 六个点吸吧 算你 对吧 现在也涨五个点了 下午一翻红 你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什么 节节未电 这些 都还行的 对吧 翻红了 这里是十点半 对吧 十点半的话 第三个多点 现在已经涨一个多点了 对吧 就随便搞 随便搞 都是可以的 没啥问题的 是吧 所以我想 这实际上就是 低吸的会比 这个纯粹的税高的更好 对吧 现在因为是反弹阶段 低吸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比如说今天下午上去了 可能利润更高 你还可能会搭上一个明天的 再次的冲高 或者明天整个板块再起来涨一涨 对吧 弹性方面是可以的 弹性方面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一样的 就是 所以这是半导体嘛 对吧 就半导体里面的一些个股 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业绩票里面最好的 对吧 今天表现最好的 天德语 昨天我也写了 给大家写了 昨天给大家写了 对吧 他更强 早上就起来了 更强 那你说买个平均数 也跑赢市场了 还怎么样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帮大家写了 你的观察标的 然后我不建议你买什么 对吧 都是明说的 我昨天做直播都说了 我不建议大家去地产 花债 对吧 里面都是潜伏款 买好了不断的赚到什么钱 买错了还要亏钱 好的你又买不到 顶一只板的有啥意思呢 对吧 比如说就算你买了什么蒙草之类的 对吧 你要考虑明天的溢价问题 对吧 万一下午炸了怎么办 讲不清楚 对吧 所以这种就没啥意思 没啥意思 那不如还是搞搞这些 对吧 实在还不能搞的 那么就是什么 这个信创之类的也可以搞搞 对吧 信创之类的其实也是搞搞 比如中国软件 对吧 也可以的呀 肯定要反弹的呀 对吧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基本上就是 这一轮先跌到十日均线的 或者跌破十日均线的 它就要反弹了 我中国软件今天也是一样 对吧 跌破十日均线了 你看也反弹了 十点半 时候跌两点几 现在这样 下午很有可能收吼 那么如果信藏板块 后面反一反 像五日均线反一反 这就是日落 这就是日落 反正这些都可以的 对吧 就自主可控里面 这些东西都可以 都可以 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吧 就是 反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科技的弹性会更大一点 科技的弹性更大一点 然后呢 包括什么CXO之类的 对吧 也都反弹了 CXO这些东西也都反弹 它就是个先后 就是个先后的问题 先后的问题 所以 如果板块明天 比如说高股息率的 对吧 然后什么地产啊 化债啊 这些东西明天 就是震荡了 对吧 他们今天表现得特别好嘛 明天震荡了 那么就要轮到 其他板块上来 轮流反弹 就是对吧 那又明天可能 今天你看光谱也上了 那明天可能会轮到什么 包括消费啊 就是消费这些 对吧 食品啊 饮料啊 然后什么创新药啊 之类的 他们也会反弹 也会反弹 这真的很正常的 就是 就是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 大家都是轮 就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无非就是 哪一天更强一点 哪一天更弱一点 但是从弹性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个人认为 反正就是科技的弹性 会更好一点 因为如果你去低吸科技 可能 今天一天就大几个点 对吧 七八个点 那明天再带一个什么 冲高 或者说明天 整个板块再来接力反弹一下 那就十几个点 那你要比去追高 要好很多了 对吧 因为你追高 你除非能够买到绝对核心 不然的话 你买后排的 可能没几个点 那明天还得承受 是个回落的风险 对吧 这个就比较 比较讨厌 那么 所以从 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更建议大家 去做性价比更高的东西 而并不是性价比低的 对吧 那么性价比高的 其实就这两块了 对吧 那么从 从这个 券商的角度上来讲呢 明天应该也要反弹了 为什么要反弹了呢 我说一下 我的理由啊 就是今天这个 叫银之节 这个家伙 对吧 银之节是 之前所有的券商 跟非赢金融的 绝对高标嘛 那么银之节呢 今天很 这个 上周五的时候 是一个 就是 探底回升 对吧 也不能说探底回升 就是一个止跌吧 止跌吧 就是一个止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就是一个冲高回落 反正止跌了 那么今天是一个 探底回升的 这个反弹了 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 银之节 这个最高标的是 先止跌有反弹了 那么后面可能就会 接下来 比如说后面两天 那 全商板块也会 这个 反弹一下 然后包括 非赢金融也会反弹 但我跟大家说一下 全商板块的反弹 依然是减价的机会 包括什么 这个 统化顺啊 之类的 对吧 统化顺啊 对吧 指南增上这种 有反弹啊 靠近五日军线 都是减价 因为为什么 成交量肯定跟不上 就 他们如果想要走得更强 就反弹更强 站上五日军线 这就是我的总量 就是我给大家的总量 你的总量 得超过两万亿 就整个大盘的反弹 要超过两万亿 不然的话 你这些 特别吃成交量的板块 你没有两万亿 你要让它形成 强势反弹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对吧 那么好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轮行情发动的 这个 就是这轮行情 长得最好的 是两条线 一条线叫什么 一条线叫金融 对吧 就是以券商非议金融为首 另外一条叫科技 科技就是半导机芯片啊 华为鸿蒙啊这些 那么今天实际上 华为鸿蒙是强者很强的 对啊 包括消费链子这边 也是跟华为 华为PC令有关的 也是很强的 对吧 就非常非常的强 强势的 就是 再加上 今天轮动的是军工 好 那么 这轮的行情的主流呀 对吧 就主导的这个力量了 那如果要反弹了 就是开始轮着反弹了 对吧 那好 很简单呀 那就明天要轮到金融跟科技了 那么金融科技里面 科技里面的鸿蒙啊 这些软件 相对来说 今天反弹了好一点 对吧 就是已经开始反弹了 反弹了好一点 那么差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圈商半导体 对吧 圈商半导体就是差一点 对吧 今天的这个叫什么 软件 软件对吧 软件今天好一点 软件今天是限反弹了 就好一点 那明天正常要轮到 金融跟这个科技里面的半导体芯片 对吧 它就是一个轮 轮的过程当中 那么大家记得 如果说软件明天冲高 不 涨不动了 那么就是后盖的东西 甚至于什么华为 鸿蒙的都可以减一减 这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因为如果就靠这点 存量的话 它又会进入到 一个轮动的情况 涨的时候也是轮动 跌的时候也是轮动 反正就是 大家记得这个 这个规律就行 对吧 那么 其他的也是一样 包括我券商也好 半导体也好 半导体今天肯定可以牵手 明天等待半导体的 这个就是反弹股长 明天要等待半导体的反弹股长 因为它离无远远 今天是一个看地拉回来 正常明天都要去冲一下 都要冲一下 好吧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我刚刚说了 大部分的股票 我只能说大部分 没有绝对 没有什么所有的股票 就大部分的股票 应该就是靠近十字均线 或者说跌破十字均线 以后它就会反弹 然后你去看一下 你自己手里的股票 是不是正好跌到十字均线 或者已经跌破十字均线 如果是 那就 你就可以买 买完以后呢 等着反弹 反弹完以后就扔掉 扔掉 因为好的股票是不会 就好的股票 它应该是跌不到十字均线的 跌到或者跌破的 肯定就是稍微差一点的 那么稍微差一点的 比如你要做一个反弹差价 是可以 比如手里有的 那就很容易做个T 对吧 做一个隔日的差价 都是可以的 好的股票 一般 就在这波行情当中 应该是没有 直接去跌破十字均线的 就没有去跌破十字均线 这种 你看 这就是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好的 对吧 人家是以五日均线为一个 这个基准 搞定上去的 那么也就再次证明 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股票是好的 好的就是 没有跌破十字均线 就开始反弹了 对吧 甚至于就是贴着五日均线 开始往上走的 就是市场在经过调整一波以后 再往上涨的时候 或者反弹的时候 你就能分出行坏了 有的业绩票 他就会后面走独立行情 对吧 不然我昨天就不会去写这些品种 也不会把这个股票写进去 对吧 也不会把这个股票写进去 大家都知道的 我昨天专门写了这个股票 就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好吧 那么 现在其实就是 这一波反弹完了以后 你还是要做减长的 特别是到周三 我说了 如果五日均线都突破不了 对吧 然后成交量又不计 那你就要做减长 你就要做减长 那么半导体呢 还有刚刚漏讲 半导体板块 其实还有个风向标 是一个中军 中军是谁呢 就中心国际 那么中心国际 今天反弹了 就代表了半导体板块 起稳了 那么它也是一样的 反弹要看 如果它的反弹成交量小 五日均线过不去 那么半导体板块 后面也还会迎来震荡 及个股的分化 在个股的分化当中 其实就是要看 有业绩支撑的 对吧 有业绩支撑的 有可能会走得比 其他的都好 所以这是 就是我们要后面考虑的 那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大家要控制 仓位减长 可能还是 我个人认为 还是要回到五成左右的仓位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你要做一次 优胜劣汰的 仓位淘汰赛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仓位里面 有十只股票 那有 比如说有三只 实名验差的 一个是反弹差 对吧 跌的比别人多 弹的比别人少 然后呢 这个可能业绩上面呢 也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量比 那你就要把这个股票 先淘汰掉 为什么呢 因为反弹的时候 都比人家反弹的弱了 对吧 对吧 比如说 你市场里面 有的股票可能反弹涨停的 你的股票就反弹了百分之五 对吧 它跌的时候 跌了百分之十五 反弹反弹了百分之五 那这就是差的 那差点的先淘汰掉 淘汰出来的钱呢 要想办法 往好的里面去进 就比如说你 仓位里面本身 就有比较好的 强势的品种 对吧 那么你就 想办法 找机会 对吧 整到 因为它反弹完了 市场反弹还会跌的 还会调 对吧 甚至于说就像我说的 指数还会向这个地方去靠拢 向十字军线去靠拢 对吧 比如说3171点这个位置 对吧 有可能还要去 甚至会踩楼 去补这个缺口 底下还有个缺口 对吧 就是这个3087点这个缺口 都有可能还会去测试 但有可能补 也有可能不补 这个我觉得 我说了 就这个不要去较劲 你说真的补了 也可能就差了十来个点 对吧 十几个点 那这个十几个点 对于很多好的股票来讲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那你要考虑的是 万一 有点重新证券中 再砸一下 或怎么样 对吧 权重的东西 再往下干一下 那就有可能就直接补掉 如果他们不砸的话 也有可能补不掉 所以这个 其实无所谓 技术上 我昨天说了 最好是补掉 为什么 留两个缺口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个周线缺口 对吧 周线缺口如果能补掉呢 挺好的 因为如果这个缺口能补掉 它往上涨 翻过去 在这个地方 比如在这个上方再留个周线缺口 那就更完美 对吧 为什么说更完美呢 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启动缺口 对吧 如果启动缺口补掉也没事 不代表不启动 就是这个启动缺口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启动缺口补完以后继续涨涨涨 到上面是有个加速缺口 就二波的开启的加速缺口 那就更牛 更牛比 对吧 但你说 其中缺口补补可以吧 可以的 没问题 那就是周线嘛 对吧 就是牛式启动缺口 留着嘛 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留一个嘛 这里也留一个 对吧 这个生成子 也留一个 科上板 对吧 也留一个 所以科上板 这个肯定要补掉的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要补掉 那底下那个就留着 不补 对吧 就启动 这没问题的 无伤大雅 对吧 那么最强的就是后面 反弹上去了以后 就是要对这个地方考验 那这个地方 我估计可能还不一定守得堵 就3172点不一定守得住 要破一下最好 人家就觉得这是个支撑嘛 应该有可能要破一下 破一下再上去 但这个缺口真不一定会堵 对吧 它也可以是一个启动缺口 好吧 所以我们就不去较真这个东西 大概的结构 后面的结构就反弹完了以后 还要下 对吧 下来以后就是要去找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新低背离点 对吧 就调整新低的背离点 调整新低的背离点出来以后 然后再慢慢上去 再修复 再修复的时候 它也不是一波头 一波流的 就再上去 也不是这样 一波就上去了 它当中也是 涨 回 涨 对吧 回 再涨 就是说双头 那么再回 或者说 接近双头 再回来 回来又是ABC 再上突破 突破回踩再上 就这个过程 就这样了 好吧 反正接下来 就删到常规套路了 因为接下来 不会再有这种 直线上升 跟直线下跌了 就是常规套路的 行情了 那么只是说 重心你要记得 后面 这里调整完了以后 重心是要开始 往上走的 就你不能每一波 重心又往下走了 就这个地方没调好 就这里上 板单完了以后 可能还要下 下来再下来 再往上 开始一波一波一波 开始修复的时候 重心就要往上 那如果你看到后面 重心一波一波往上 那你就知道 没啥问题了 突破三六七四点 它只是个时间问题 后面你就要记得 在这一波一波的 这种低点才高的行情当中 尽量要把握好节奏 这是你在牛市当中 能扩大盈利的 唯一板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选股方面 一个时候 看后面什么板块 有更大的这个潜力 另外呢 就是尽量去选一些 月线能量守候的票 然后呢 把这些票归下来 到底是什么板块 当看到这个板块 是变成后面市场 牛市第二波的这种 明显的趋势上涨板块的时候 那你要毫不犹豫的 拿得住 对吧 就是你把这个股票选出来了 月线能量守候的股票选出来了 你要拿住 拿住 它就是会跟着这个市场 一路正当相杀 对吧 所以翻倍它 翻倍只是一个起步假 翻倍只是一个起步假 好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反正 先把这个板坛做好吧 板坛 从现在的情况上看 应该是 陈娇良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么不是特别理想呢 就要做好这个叫板块 轮动反弹的准备 好吧 那今天如果说 比如说今天是情绪 比如情绪指标吧 打得比较满满的 比如到收盘的时候 又接近五千加上涨 或者四千九百加 那明天可能是有分化的 明天可能是要做好分化 就冲高以后 板块会形成分化的 就要连续才搞三天 这种扑涨 对吧 五千只股标扑涨的 这种基本上没什么可能性 好吧 会儿 误会儿 惯会儿 你 不 Christmas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